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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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说如果说你们现在就觉得说警戒的状况不好啊 然后各国十字负利率 然后包括资金的一个行情它来了很快去的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大空头的格局 我认为即使是一个空头格局 这边都有一个大的C波上涨 这是最坏的打算喔 就是说我们人真的行情要继续破队的位 它要走这一段来做交代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这是一个大模型 可是不是说看好就一直每天就一直买买买买买买买 然后钱都买不完的就一直买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上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主流股 主流股不是天天在换的啦 不会是说今天什么股票很强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今天什么股票涨停板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然后可能下来就不讲了 那不是用嘴说的 做交代是要真的钱去算费的 如果那个股票涨一天 那哪来缩嘴呢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短线上的部分 这个上去的这一段 基本上一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还出现了地震嘛 对不对 日本地震嘛 当时我跟你讲说 你们靠这个不会赚到钱 你们现在回过头来去想想 当时大家在谈这个地震 转当的一个部分 你去买这些股票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跟你讲过 因为军量的关系 所以他还会再来一次嘛 再回来一次 那这根肠黑也验证了嘛 对不对 可是这根肠黑下来之后 我是告诉你说 量杀出来了 然后背里 所以他还会再弹上去嘛 对不对 那也弹啊 好 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们说 要耐心等待啦 这个控盘者他要做的事情 他要将军抽居啦 所以你现在不要去放空喔 你放空 我跟你讲过嘛 这根肠黑 基本上我已经给你们预告了 好 可是这根肠黑出来 你们就放空 后面输很惨耶喔 后面会输很惨喔 敌动我才动啊 你要等待下杀取量产生的主流 也就是说 下 这边 这边是一个标准的下降三把嘛 那我跟大家谈过 按原趋势走 原趋势 短趋势 短线趋势是向下 会向下嘛 好 这个正确的机会 基本上是百分之七十啦 所以我来跟你讲说 这根肠黑如果预告到的话 那common sense而已 雕虫小技而已 那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基本的技术分析而已 那么下杀取量会升主流 那取出的量能要多少才够 那么哪一些主流正式浮现 这个条件成立才会开始上涨 好 那我跟你讲说 你现在要看的是财报 然后这段时间你整理盘 就是散户最容易受伤 今天涨A又买A 然后明天A跌下来 A砍掉换B 然后B一涨上去去追 追完以后 掉下来又砍掉 往来往去往来往去 一直到昨天 这根长A之后 一直整理了五个交易日 我跟你讲说 当然交易成本 如果你这五个交易日 全部都要去操作的话 那真的输得贪心 你知道吗 当然交易成本来讲的话 五天大概就是3% 100万就要3万块去了 不含今天如果掉下来 你买的是弱势的股票的 输掉的价差 所以一个操盘手 在规划整个行情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思考 他现在要怎么做 他一定要思考 他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 有些时候观望也是一种操作 好 OK 那么基本上我昨天跟你们谈过 就是会有这根长黑出来嘛 好 那你们现在可能会反过来问我说 喔 杀下来了有成交量了 这个量够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杀下来了有主流出来了吗 我只能告诉你说 这个答案 呃 我电视上我不讲 但是我会写在我今天的Facebook里面 好 其实你们看我Facebook的文章 大概也知道这个 这个后面长黑 大概是会必然的一个结果啦 那个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关键 好 我可以告诉你会上去嘛 但是在什么时间你上去 是从明天开始上去吗 还是再下来一天再上去 好 这个答案我就不讲 好 因为讲出来就不准了 好 但是写在文章里面 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那个没有办法磨灭掉了 好 那可是重点是说 上去要涨什么 或者是说上去涨什么 才是真的攻击 你不要看指数涨 我这样讲好像前两天 这只股票涨上来 这是涨停板嘛 对不对 那大家又开始分析生计股了 我跟你说浩鼎现在要做主流 黑股没有那个条件 位置太低了啦 你要成为主流股指标股 它的位置绝对不会是相对低 不是说绝对低啦 就是不会是这种破底的股票啦 不会是这种破底的股票做主流 那基本上这个也是反弹的一个结构嘛 这个谈上来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过嘛 这间大涨嘛 对不对 你们看 你们就是喜欢这样子买 那当然 它基本上 目前是背离断啦 所以如果你要去处理它的话 也是等它上来再处理啦 好 可是像这种股票涨上来 它就绝对不会是主流 那它当然也有产业上面的一个讯息 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气定神弦去看破这一些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有的股票真的是要有的 那有的股票是不能卖 有人会问我说 那你知道这个残黑为什么股票全部都卖光光 好 然后这个残黑下来再接 可是 你知道吗 我手上有的股票是没有跌下来的 甚至它跌的幅度是很小的 那我要跟你讲说 假设今天 你的会员是小猫两三只啊 就是说你可能这两张三张股票 你可以这么做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两百张三百张 两千张三千张 那有些价差 如果它只有 maybe可能三个%五个% 你是赚不到的 好 你是赚不到 那同样的角度 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手上的个股 好 它的筹法是安定的 它的筹法是在特定人的手上 基本上掉下来的过程当中 它也卖不掉 那卖不掉的情况下 它自然就要再拉一波 好 我昨天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昨天有苹果财报的利空 我跟你们讲这个股票 对不对 那理论上来讲 死定啊 苹果要出20亿美金的库存啊 这么大的利空 那理论上来讲 大力光应该挂掉啦 对不对 那大力光为什么没有挂掉 筹码在谁的手上啊 对不对 我卖不掉啊 我买了这么多 我这边卖根本不够卖 卖不掉啊 而且我还有衍生性 金融性商品上面的部位啊 对不对 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跌 但是没有跌很重 但是一弹 弹上去就会很强 那这也是我在跟你们讲 为什么 我认为在下来之后 会又空之后 又空 沙多又空完以后 会嘎空的原因 因为浮冰我都跟你讲了 好 我都跟你们讲了 好 注意下这个是 电子分类指数 好 现在大家会谈这个 季线的位置 会是支撑啦 好 然后支撑 哇被跌破了怎么办呢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季线它会是支撑 因为我的model是这样画的嘛 来 这个地方 他说8500点 我告诉你要回到这里 这个圈圈的位置才会开始走这一段嘛 所以这个怎么会是季线的支撑呢 听得懂我意思吗 一般来讲多头的支撑它不会是在季线啦 你们去做做功课 当季线跟半年线黄金交叉 它回撤的过程当中 它都会破季线 好所以你们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因为它已经领先破季线 来到半年线的位置 所以相对来讲 我在跟你谈的 一些会浮现主流的位置的股票 其实也集中在这个地方 很抱歉 虽然 在农历年前 我跟你们讲说原物料会上来 那原物料这一波也上来了 可是原物料不会是主流 好 那么记得这个大模型 因为一年只出现过一次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一年假设只能出手做多一次 我假设我不是叫你每天冲来冲去这样子 或者是频繁交易这样 假设一年当中你只能买一次股票 或者是说有一些中期的买盘 一年当中他只出手一次 其实有很多大股东 他一年大概只做一趟两趟股票而已 但是他资金都压很多 他选择的timing点的时间 通常都会有这个讯号 所以宁愿是去 假设说我假设用一个铜板的两面来讲 就是说你只能做多少是半空的卫 如果是这样子 你非得做多不可的话 假设用这样积累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尤其在回撤过后 所以这根长黑我有跟你们讲说 打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先跟你们讲在前面 但是后面要买什么 方向不是重点 方向是向上 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因为短线上的波段的操板高手 一定短线都要比谁都要稀利 就怕你在每天每天的二分之一当中 做错了选择 做多 绝对不是每天都在买 然后每天都在卖 每天都在当冲 心中有一把尺 自然怎么样 那个 就是人家说心头抓好听嘛 就不怕如何 不怕人做方态嘛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规划好这个行情 好 接下来的动作就交给我们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讲 好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吉他 请用吉他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各运达头顾 风行操盘式 再创新高 感动四五八 通通四五八 从来没有全面试用 带三颗星 马上到零 02-2781-0909 2781-0909 又想各老师 风行操盘式有脸书咯 标普勤拿 新闻破敌 技术实战 老苦抱抱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式 韵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赫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叫小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叫小赫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俄排七米床 俄排七米床 好 我昨天跟你们谈到一个个股的一个tempo跟逻辑 用放大镜看蚂蚁 有些时候很大 很恐怖 那你把那个跌幅放大来看 我真的很恐怖 比如说这支股票 从44块半 这是创新高之后 就是每天都在跌跌跌 这黑了几根黑 你看 黑成这样 那 我跟你们讲过什么 我说这个基本面都没改变 你看这一段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这个叫做中期回档 这个叫中期回档 那有些时候是修正指标 然后有些时候是清洗服务 那在相对的位置 它通常煞车都是有基本面的因素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其实大跌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它是相对是抗跌的 可是话说回来一件事情就是说 买点真的到了嘛 好 这我要问你啊 对不对 好上一次我们在做的时候是367 好 然后为什么40块出清 技术分析 分段操作 波段看好 但是分段操作 381接回来 然后43块再卖掉 就这样两段 好 那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 这支股票我一定还未再接回来 你们就去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它今天那么抗跌 那今天抗跌真的是买点嘛 所以不是说 多头的股票 很多人都介绍过它 分析过它 甚至是操作过它 然后多头的股票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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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它还是多头啊 可是就跑掉而不见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而已 而是要懂得烂牌什么时候 要把它打好 好 我发觉说不是那个指数一直涨 涨涨涨的时候 大家才会做股票 好 而是指数在没有涨跌的过程上 你能不能买到未来要大涨的股票 那这个在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它都有一个条件 就是基本面 所以为什么有些股票 跌跌跌跌 这个反正指数在跌啊 大盘在跌啊 消息都不好 可是它怎么样就跌不下去了 那不是因为它是空头 是因为它后面有基本面实质的支撑 好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看这个帽轮也是一样啊 好 你看这个 最近这样子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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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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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说从51块跌到39块 那不算40块钱好了 跌掉了10块钱 那以高点来讲的话 大概打8折啊 大概两成的空间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 我这段涨了300%耶 回檔25% 这合不合理 合理啊 而且这个0.382的位置都在这边耶 这地都是很合理啊 就怕你什么 就怕你买在尖尖的位置 对不对 這支股票我在這裡都有跟你談過喔 不是嗎 然後在這裡 我也跟你預告過喔 都是預告完以後你們有賺 預告完以後你們有賺 那現在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能不能氣定神險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在講的都是這些股票 你不會看到我換來換去啦 因為有些我的持股它來回去操作 基本上就是這些 因為我看的基本面是不變的 基本上我們帶會員去搜尋一檔個股的基本面 其實我們都是深謀遠慮 這是想很久的 都是百番去做確認的 那確認完以後 基本上操作的過程當中就是技術面的訊號了 它就不是一個KD黃金交叉 一個KD死黃交叉這麼簡單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那有些時候為什麼要去選基本面 因為它對一些個股它的中期的支撐 跟繼續往上墊的力道 它是有一定的一個加持的 但是我講的是未來的基本面 我在講的是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再講這支股票 昨天的聯亞大跌 可是它的股價已經沒有大跌了 當然這支股票我還沒有賺錢 我必須老實跟你講 我沒有賺錢 但是基本上也都還可以接受 也都還可以接受 慢慢地回來 因為不是買在這個尖尖的位置 但是慢慢地買在這個平台的區域的位置 那為什麼其實你看它為什麼那麼抗疊 這邊股票都在誰的手上 對不對 我今天說一句實在話 你銬五千頂 我帶我去學院 買一百頂 拔下來 試試看看 看一看數比較多 對不對 這個就是籌碼的一個因素 所以為什麼有些股票 它很便宜 可是籌碼亂 它怎麼樣都不會漲 這都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有一些它因為有產業面的一個加持 它其實都會有共同的特性 譬如說 我也在跟你們強調工業用電腦 當然這支股票昨天創新高 今天也拉回 可是我再跟你們強調的是這個 這個我也每天都在講 為什麼 基本面 像你們看到這些東西 它都是no no feel 啦 可是等到這些股票噴噴給我時 你當然就會拿出來 再拿出來講 有些時候 多空的訊息 它其實都是並存的 就好像現在這兩天 大家會跟你談蘋果這件事情 它是不是利空 是 它是利空 它是對 它是真的 可是他有沒有跟你講過 iPhone 6S賣不好 是因為大家在等iPhone 7 所以才會出現那一個 其實就是S賣不好就對了啦 每次5S 基本上賣的都比較差 因為它沒有一個亮點嘛 那如果iPhone 7出來的時候 iPhone 6跟iPhone 7 其實等了兩年 你手上有蘋果的手機的同學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等了兩年 那當然就會想換啊 那時候其實是不能說它衰退 是有些換氣的需求 它被遞延了 那後續上就是要反應啦 當然我不是告訴你說明天趕快去買蘋果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上次說 其實多空的訊息 它從事並存 只是人家選擇給你看什麼事情 有些時候你要有判斷的能力啦 否則你就是今天地震概念股 就地震概念股 今天Tesla就是Tesla 講到Tesla 昨天我談這支股票 我談這支股票 我在跟你們講說 這邊它只有短線 它不會有波段 那有些你們看它跟著漲的 這邊你就是容易就滿在尖尖的位置 這容易滿在尖尖的位置 這個都不是很好啦 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它是一個題材 那我在跟你談至今 基本上我每天都在講這個東西 你看喔 它可以今天跟你講說 大陸面板 傳分 傳在OLED 然後這是利空嘛 對不對 那可是它沒有跟你講這個啊 OLED的汽車照明 賣入新的里程碑 我昨天講錯了 我做一個跟著 我們大家近一點 2016年的一個產值是1.35億 那到2020年是16億啊 我昨天算8倍嘛 對不對 因為我看錯 我看到這個數字 它其實是超過10倍的 什麼叫做成長 過去沒有 現在慢慢有 以後會更多 那意思就是 營收會更多 獲利會更多 那股價當然就會越來越高啊 這只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你們看一下 這是台北國際光電展看到的一個趨勢 就是車用光電去結合顯示趨勢 那以前因為智慧型手機 手機變聰明 所以產生了智慧型手機 那麼產生了一個新的 全新世代的一個殺手機的產品 就Smartphone 那到後面 汽車要智慧化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什麼 就是自動煞車啊 然後anyway 很多汽車電子的部分 那你們去注意喔 據光電協進會的表示說 我們拉近一點喔 汽車市場不斷成長 隨著科技進步 智慧汽車結合光電技術將是未來趨勢 那什麼是光電技術 就是顯示技術 好 那麼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來說 其中結合了CCD跟CMOS 就是影像感測器 包括光學鏡頭 然後包括光纖 然後包括光儲存 然後重點是LED的車燈照明 那這部分分成兩塊 因為如果你要高亮度的話 那當然是用傳統LED 但是如果是所謂的一個低亮度的照明 PM OLED是未來的歧視 那重點是車內顯示螢幕 那這個部分也牽扯到背光源的部分 那麼觸控螢幕等模組等等系統 那麼這系統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就是這個煞車系統 這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抬頭顯示器 就是HUD 這個東西部分的車子有 但是它們都還是LED 好 未來要變成這個HUD的部分 它其實通通都會用PMOLED的部分 所以簡單說 如果今天有一天 那個人家長上來 它跟你講說至今它是一個車店 它其實也是 可是我認為它真正的關鍵 不是我今天要穿一個什麼衣服 然後假裝我是什麼 不是 股價最終要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基本面 那它的基本面很簡單 它的客戶是誰 然後它的客戶會下給它 就好像當初一百多塊的蘆虹 然後Lululemon成長 蘆虹漲漲到多少錢 你去輸口看看 就像當時候四十幾塊的利勤 然後UA漲上來之後 利勤漲到多少錢 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歷史不會重來啦 但是它會不斷不斷的複製跟重演 那我認為這個機會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們看這個東西 哇這個疊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誰叫你買一百八一百九一百七 對不對 它這是一個很合理啦 真的很合理的一個修正 這個一二三四五 假設五段走完它有一個陌生嘛 如果是陌生的話這一段會很快 但是我希望它是一個主身 我希望它是一二三 所以我認為它這邊 我希望它是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上場 因為從這地方開始才有倍數的空間 好這個就是取決在後面的看法跟決定 好當然基本面的部分我們還在持續做掌握 所以我跟你講說 讓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去證明 可以不急不許的去享受波段獲利 我這樣講 這段時間我叫你休息就休息嘛 等待就等待嘛 長黑出來主流出來的時候要買就買嘛 不急不許去享受波段獲利嘛 超越市場享受操作的樂趣 每一次短線上的一個轉折 甚至波段的一個看法 你可以去驗證看看 擁有技術分析成為真正的操盤高手 這個是會員獨享的 因為每一個基本上 我都會把我所學的東西 然後應用在你們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去做一個應用 最後做到這一點 歷經多功循環也能夠全身而退 那說這麼多沒有用 行動是最接近勝利的捷徑 接下來踩對腳步 帶上三顆心 電話波通 就 對了 但是 龍城 飛降賽 不叫虎馬 杜英山 想問真之聲 畫龍點睛 感謝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桐 再會 拜拜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吉他 請用吉他 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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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應打頭顧 風型操盤式 再創新高 感動四五發 通通四五發 從來沒有全面試用 帶三顆心 馬上到零 02-2781-01909 2781-01909 2781-01909 台北市有限電視新選擇 北多數位有限電視 挑戰台北市最低價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數位高畫質影音 高收視率頻道通通有 再送數位機上和 現在就換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0809-096-111 早鳥申辦更多優惠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頭萬緒 當機會千載難逢 今日啟用一千元 體驗轟電了一個月